那会不会担心影响到民众党后来的选情 我想如果爆料的这个资讯更明确的话 这很不适合 这个在一般公务部门里面 本来就是不应该有的作为 所以我希望如果是这个前局长 有正式的这个资讯 他提供给正风单位 我相信这个应该很明确 他们会依这个去做厘清 那如果没有涉及到个人这个一些自己情绪上的发言 我也觉得是很不妥视 毕竟他也是他们新竹市府的一员 那过程中真的有不对 不应该他作为首长 他也可以很主动的尽速的把这件事情做处理 而不是离职后用爆料方式延伸 各说各话 这个我觉得对于官征来讲都是不好的 那第二当然就是说 不管现在大家对于高市长的一些刑事作风 有没有因着前面选举而来的各种 包括新竹球场之后 这个监察院要介入调查之后的各种 又来一些政治上的这个 只需乌有 我相信这个也是有待于离清跟还原 那我也很希望他能够勇敢面对 各种对他的指责 那至于他的司法上面 有需要党协助 我相信党也会一定全力帮忙 好我补充一下 刚刚有提到这个什么乔标案 我觉得是这样 既然还没有具体的一个证据出来之前 我觉得大家在风向上也不应该直接说人家在乔标案 这样其实对当事人是非常非常的不公平的 那其实昨天竹市府 还有包含在这个李先生 他所提出的一些相关的声明 跟新闻稿也讲得很清楚 就没有所谓的乔事情这件事情 那因为本来有提到 好像是跟这个新竹的跨年晚会有关系 但最后跨年晚会根本也就没有办 所以到底何来乔事情一说 那本来李先生他跟这个前前局长 就因为当时在这个高宏安立委的时期 就已经在地方上有认识了 所以他们其实本来可能就只是有这种音乐上面 或是可能有一些这种艺术创作上面 本来就会有一些交流 所以他们其实本来可能搞不好就只是一个聊聊天 根本就不可能去做一个什么乔事情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就像刚刚委员也有提到的 如果真的有具体的试证 那就拿出来 然后该调查就调查 因为高宏安上次因为被起诉之后 民众党第一时间有出来站出来声援 然后上一次那个豪车的相关议题 有一些明代有在脸书发文 那但是昨天高宏安跟男友的相关争议一出来 目前党中央也都没有出面回应跟声援 然后明代跟立委委员们也都没有出面说一些什么 那想问一下两位委员对这件事的看法 然后第二件事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高宏安等一下会在台北地检署 台北地院开庭 那想问一下针对高宏安目前涉及的法律案件 民众党这边党中央会给予相关的法律协助 或是比如说给他一些律师或是帮忙吗 好 其实也没有说我们完全这一次就没有讲 包含我昨天也去上节目了 然后甄宇议员也去上节目了 其实我们并没有说就是都没有做回应 那我觉得其实这样 因为其实本来昨天第一时间我们也先在等这个新竹市府这边的一个具体的回应 因为毕竟有很多的细节不是我们这边可以去了解到 所以我们还是要先等这个竹市府这边给我们一个说法之后 我们才大致上知道这个轮廓 然后跟后续上该怎么样去进行回应 因为我们认为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凭着事实去讲话的 现在真的太多太多 包括在节目上面或是现在有很多很多的一些人士 他们提出的很多质疑其实都停留在影射的阶段 那当然我们也尊重可能有这个前市府的同仁 他有提出了一些相关指控 那如果真的有证据的话就请拿出来 不管在阵风或连阵署或是检调 该查就查如果真的是没有发现任何不法情事的话 那也应该还高市长一个清白 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我们就是就事论事 然后凭证据说话 不应该一直好像用这种隐色性的说法 然后就想要去把一个人的人格来做一个毁灭 我们不想要看到这样的事情 然后再来就是有关于在这个法律上面的一个进行的话 我们基本上就是尊重这个高市长这边 他所后续上进行的一些这个所谓的法律上的攻防 那当然如果有需要协助的话 他也会跟来跟我们做这个提出 那我们认为就是尊重司法的一个进行 我们也希望不要有任何外界的政治力去做一个介入 我们认为就是尊重司法 然后勿往勿踪 我想针对近期高市长 还有高市府的这一些相关的前局长的爆料 我们认为还是有待事实的厘清 相关市政厘清 那在还没有厘清之前 我们也不便做过多的深入的评论 因为毕竟我们还是以新竹市政府的回应为主 第二个对于高市长 个人的这个相关的司法案件 当然我们尊重检掉后续的司法程序 那我们也不希望有过多的政治力的一个介入 那既然已经进入到司法程序 我们希望还是司法要让人民有所信任 所以我们还是尊重这样子的一个后续的程序 谢谢 我也会把我的学位论文的公开网址 放在我们的新闻框里面 我现在就直接现场下载给大家看 希望蔡英文总统也可以做到这样 我也不知道等一下民进党立院党谈要说什么 反正都看在阳光下给大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反正民调有各加的嘛 所以通常要合起来做个综合判断 所以不需要对单一加去回应 有關於會見那個柯市長的跟其他的一個民調書 是不是好像跟柯市長這邊越拉越大 會不會單進就是現在的選戰步伐 好像有一點被蠻長的地方 我想民調起起伏伏 那當然也有不同的一個民調 那我們認為民調應該要看長期的趨勢 那每一家也有它不同的一個機構效益 當然每一份民調的結果我們都尊重 那對於整個選戰的節奏 我想民眾黨都有我們自己的按部就班的整個一個程序跟規劃 那柯文哲主席近期也會針對相關政策 還有相關的一個國政 不管是針對這個社會福利長照 甚至是上個禮拜我們有推出的 不管說是尊嚴善終 甚至是代理孕母的議題 我們都會按部就班的來推出相關的政策 那在上個禮拜我們也開始進行下鄉的這個廟口開講 那我們用最直接的方式來去接觸選民 那務必要來爭取更多的一個支持